维加旅游 探世界 很开心 这次第一次和Jackie拍摄《恨情短片》 我们平时拍摄旅游知识歌 意味着千呼万会伺出来的欧洲团 甚至其他外游团就会终于出来 这次我们是什么团 我们是一个欧洲团 去意大利 哇 多少天 13天 13天这么长 有这么长时间才能感受到深渡游的气息 没错 我们今次是有一个深游游的 这个团有什么特别呢 轻轻和我们剧透一下 好 轻轻说一说 首先一定是吃得好住得好 这是我们的宗旨 太世界 最主要是一般的欧洲团的车程都会比较长 通常每天可能是五六个小时坐车 但我们这个行程 通常是一个多钟停一停 玩吃东西 一个多钟又玩玩 便会轻松了 便会轻松了 对我们的要求 轻轻松轻 但又可以玩得舒服 吃得好 住得好 大家可能最想知道 那是什么时候出发 11月30日 有点点补充的 但不是真的30日出发 所以我们的行程也写得很清楚 在29日晚便要坐飞机 因为要回航班 因为航班过了晚上12点起飞 所以我们的出发只是30日 实际29日晚便要去机场站 所以大家要预留时间 在29日晚便要去机场 另外价钱方面又如何呢 价钱方面是细细发发发 细细发发发 4488 这是我特意想出来的 为什麽呢 其实应该是多过这个数量 多过这个数量 4万5千多 但我觉得头炮 我又想拿个义头 大家去完后便发发发 但是也加上这次 一个史无前例的头炮优惠 没错 有什么优惠 我们以往也有一些叫同行优惠 这次同行优惠 也有不少东西 首先有人分了 二人同行 二人同行 每位减400 每位 两个加上800 三个是1200 接着四个是怎样 四个是每位减600 哇 还有六个 六个那怎样呢 因为去欧洲 当然多些人一起玩才好 所以拎好朋友 六个一起报名的话 每位减800 哇 是否很震撼呢 那如果有六位去六百 四十八只有六位 都已经减718元了 是的 但是我还有一件事 出来了 就是以往我们未做过的 未做过的 是的 就是这个叫做早报名优惠 早料优惠 早报名一位就是31日之前 时间真的不多 把握这几天 31日之前报名的话 每位再减800 哇 简单来说 如果只有两个人报名的话 总共可以减多少 两个人二人同行 每位减400 早报名一位减800 即使每一位减1200 总共是2400 哇 所以大家快点放下这个机会 WhatsApp同事 用这个行程 详细行程去看看 没错 玩什么吃什么住哪里 好吗 今天详细行程 不太多说 但是也要说一下 说些重点 重点 详细自己拿来看 好吗 好 重点13日 那我们首先坐什么航空机 首先我们这次是坐阿联游的 那阿联游就会经杜拜转机 飞去第一站罗马 那回程呢 就在米兰 就是美站 米兰就经杜拜转机 飞回香港 那为什么我们会选阿联游呢 是的 为什么呢 听闻很难拿的 一来难拿 因为最主要就是 它的飞机型号 内部的装修都很好 很出名的 A380 没错 其次就是 因为其实欧洲很多行程 都会需要转机的 都未必是直接去得到的 那它转机的机场也很重要 以其他人转 要选个漂亮点舒服 是的 所以选了这个飞机 就是它在杜拜转机 杜拜的机场有什么特别呢 24小时运作 你可以买东西 吃东西也没问题 而且它够大 有多地方给你走 你转机不会闷 而且也当作是景点 是的 杜拜是用黄金打造的地方 所以我们选了亚联游 今天简单 我们每一天介绍一下重点 好的 第一天坐完飞机之后呢 第一天坐完飞机之后 因为我们同一天到域 到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间 其实是中午12点多 我们那天就轻松一点 看看一些在罗马的景点 首先例如我们会有 这个罗马的斗手场 其实正式叫罗马竞技场 是的 每个都叫斗手 没有人不知 没错 另外旁边有个罗马废墟 另外一个军事坦丁大际的海船门 还有许愿池 这几个重要景点 我们一定会看的 然后我们晚餐吃个晚饭之后 就会回酒店早一点 因为第一天大家可能会有时差 没错 那第二天呢 第二天我们就会由罗马出发 首先去一个独立的小国家 天主教的总部 就是梵蒂岡 进去我们会看一下 聖秘德大教堂 在一个广场那里 在教宗向着广场揮手的位置 拍照 大家看看 参观一下教堂 多大多漂亮 然后那天 我们就会去一个地方叫石叶娜 石叶娜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古籍 那吃东西呢 吃东西是什么特地辣的那天 第二天的食餐方面 我们晚餐会有一个叫意大利云吞 意大利云吞和中式云吞不同 是用一些好像意大利粉 里面包了一些餡料 看看它包了什么餡料不同 超好吃 超好吃 通常都是芝士 配上一些汁 有时候会有菠菜 很少有肉 是的 通常都是酥食 通常都是酥食 但是很好吃 超好吃 现在香港常常很贵 是的 很贵 然后那晚我们就会住在石叶娜 好 那第三天呢 第三天 我们又会由石叶娜参观 然后我们就会去一个叫做圣吉米尼诺 圣吉米尼诺这个地方是一个古城 属于一个叫尖塔古城 以前有一些叫防御功能的古城 因为以前有些打仗的经过在那里 所以仍然保留很多一些 它以前的一些雕流 很高的尖塔 是很值得去看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和大家 试试这里的意大利雪糕 Ginato 很多人都喜欢吃的 正宗意大利出产 就千万不错 没错 另外那天的午餐 我们会吃一个意大利烏饭 Risotto 亦非常出名 非常出名 但自己煮又很难煮 老实 出去吃又很贵 限当呢 到时就叫做厨师做港版Style 即是南V 不要太硬身 因为如果熟意大利餐的朋友 或者吃开意大利饭 麵的朋友 整个欧洲都是 人家传统是煮到七成熟的 没错 里面硬硬的 但香港人就会觉得未熟 是的 所以叫做厨师麻烦一下 Hong Kong style 生米 是的 很多人都吃不惯 就觉得是生米 但绝对不是因为他煮得不好 人家的传统是这样 没错 没错 第四天 我们都走了几天行程 这一天 我们有些特别的地方 就是给大家一些 可能自由活动多一点 还有购买 是的 没错 当然要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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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购买 先购买 安排了一个地方叫做Dumau Dumau Dumau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factory outlet 有很多独立的专门店 那些货品都不错 有很多大品牌的outlet 没错 没错 到时大家慢慢走 对了 你可以自己选购 你心头好 但够不够时间走 你想要多久 半天够不够 都可以 或者大半天 都可以 其实要购买东西很快 但是有很多人要购买很多东西 没错 因为我们有很多时间在里面走 对了 所以午餐好像有点特别干牌 午餐因为你们一定会走散了 很难集合回来吃饭 而且那里没有一个餐厅 最终那里没有一个餐厅 是我们的团体吃饭 所以既然自由活动去买东西 你也是自由活动自快在里面吃饭 因为里面很方便 有很多food court 有些美食广场 不是广场 就是有food court 有些餐厅 周围都有 你很方便吃饭 如果有些朋友说 我真的不懂得说意大利文 没有问题 那里有些人是很国际化的 不只是说意大利文 英文也可以 又说饭也可以 最重要的是 中国人可以说普通话 起码普通话 所以很久之前 我们内地人非常多去买东西 那里差不多很多销售员都会认识 基本上很多店铺都会认识通话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担心的 万一如果真的有问题 可以找到我们的领队来帮忙 找到时的领队 是的 OK 那接着呢 那晚呢 那晚我们会遇到一个叫佛罗伦斯的地方 佛罗伦斯是属于意大利文的复兴 一个重镇 是的 是的 那还有呢 很多以往外面很多其他旅行团 经过而已 或者落地看一看 拍照便走 为什么呢 这里是贵的 所以我们呢 我们都不识这个 不识功本 不识成本 是的 住在这里 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走一下拍照 非常好 因为以往那些可能 你真的落地一个多钟 走都走了一个小时 嗯 然后才记得那15分钟 20分钟拍照 然后真的要走 嗯 所以我们的深度 就是住在那里 是的 大家足够的时间 慢慢去考虑 没错 好吗 好 那第五天也有些特别的东西 第五天也有些特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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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挺重的 在城市里面 首先我们上午 离开佛罗伦斯之后 就会去一个 那些叫做黑松路的地方 我最喜欢黑松路 没错 因为在意大利 这一个省份 叫Kianti的省份 它除了出了很出名的红酒之外 它也有黑松路的出产 黑松路全是野生的 不是培植的 是的 而且会由一些黑松路的猎人 松路猎人 带我们去 基本上那些松路猎人 你问它的地方是哪里呢 它连躺在旁边的老婆都不说 是的 很神秘的 因为它们每一个 独家经营的黑松路 但是我们是特别去联络一些 肯公开它的地方 给我们旅行团去参观 它就会带我们进去它的森林 由那些猎狗 那些猎狗 我又看过了 去挖那些黑松路 那些猎狗 那些猎狗 其实是由一只猎狗 带我们走 因为它闻到哪里的黑松路 它会挖那些黑松路 那我们就全部一起 和它体现它挖那些黑松路 很期待 那挖了它是不是肯定了 不会的 因为每一只黑松路 其实是金 因为很轻也好 都可能值几十元欧罗 欧罗 欧罗不是港币 很期待 但是那天下午饭 我们都会在那里吃黑松路 和佛伦天纳牛扒 什么叫佛伦天纳牛扒 佛伦天纳牛扒 佛伦天纳 这也是意大利 在佛罗伦斯这一大地区 一个很出名的菜式 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T骨扒 一般人 是类似我们香港的T骨扒 但是T骨扒是很薄的 T骨扒很薄 可能一寸厚 但是这个佛伦天纳牛扒 是两寸厚 两寸厚 所以一般一个人是吃不完的 因为我们的餐不是只吃扒 还有其他东西吃 所以那天应该挺满足的 没错 我很期待 我最喜欢黑松路和T骨扒 好了 那晚我们会住在比撒 我们会去到比撒邪塔 那个小城市 那里住 甚少有旅行团居住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 你会看到很多外面的旅行团 它成为了一个自费项目 噢 变成了适时 换句话说 我们包了这个自负王 不但我们还住在这里 就可以去到比撒里面 看这个比撒邪塔 也是以前有个天文学家 嘉里略 嘉里略听得多 嘉里略听得多 但这个就是真正正正的 天文望远的 他就是发明天文望远的嘉里略 就是在这个地方成长 好 第六日呢 第六日呢 我们就会去一个叫做五鱼村的乡镇 那这个五鱼村呢 就必须要搭火车才能进去 因为大车是不能进去的 所以我们当天 也有当地的道路 我们带着我们搭火车去走这个五鱼村 但是这个五鱼村呢 当然其实你要走完 就很花时间的 我们选择三个最漂亮的小鱼村就可以了 就是小鱼村 因为很小的 即是同时搭着那些环保小火车 也不是小火车 而是正常火车 正常火车 对了 他们叫做介绍小火车 就是不小的 我们去三个村 比较漂亮的三个村 还有我们会在那里吃完饭 才走的 好吃 吃海鲜 哇 鱼村说明是吃海鲜 即是西贡也是吃海鲜 不会吃鱼村 好 那你明天呢 第三我们会去另一个重要的地方 又是在意大利很出名的地方 帕尼玛 你想到什么 帕尼玛 帕尼玛 真是说帕尼玛 什么来的 然后帕尼玛 哦 他讲中文不懂 所以我要求他们写完英文 因为大家会 香港人轻熟这些程度 是否有感觉 没错 哇 真正 你一想起吃 也是帕尼玛 24个月 36个月 但是帕尼玛 我们今次不只是去拍尼玛 城市那么简单 不是吃那么简单 我们还会进去它的工厂 就是做拍尼玛 火腿的工厂 进去了解 不只是经过或者看教堂 就算数 所以也不是那么多旅行团 会进去 非常好 有得看 有得吃吗 当然有 所以那天我们的特色餐 都是吃拍尼玛 火腿的 哇 真棒 那天我们也住在拍尼玛 不是路过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是有充足时间 所以一开始我就说 我们的行程 不会每天去走很长的车程 每天可能 一定要有足够时间 去跟障一些景观 要留在那个地方 才可以有时间去看 既然去到欧洲 真的要慢活 没错 真的要享受世界 好 第八天呢 第八天又很精彩 每天都这么精彩 这次我们由拍尼玛出发 会途经两个小镇 这两个小镇有什么看法呢 首先 第一个就是 你认识一辆车叫法拉里 真正是我的dream car 对 因为是意大利 小小过去已经没有什么预求 以大利超跑 法拉里的总部 哇 还要去总部 是的 因为你进入那个城市 基本上周围听到 就是法拉里的车声 然后我们还会参观它的博物馆 哇 不是你自己走 它里面有人带你走 当然你要自己走 是可以的 那看好呢 可不可以即场买 可以 到时就要问售商业 可能你看好即场下定 你未回到香港的车 来到香港等你 是的 有些朋友问 那么多新车 或者旧车 可不可以试驾一下 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因为这个城市 本身是属于法拉里的总部 整个城市周边 就是城市里面 都有很多租车公司 哦 那就是专门租法拉里 给你驾驾的 哦 你可以选择 要有时间的 可能半小时 45分钟 其实很足够 因为平常人 是驾驶或是驾驶的 如果驾驶不慣 那些驾驶问题 其实它的后座力也挺厉害的 而且价钱也不是很贵的 可能说200多运 欧罗祸 210多运 那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法拉里 曾经拥有 曾经铆过了 让人听说是有多多多 拍照也好 提醒大家如果有兴趣铆铛的话 就要拿出国际车牌 非常特别 还有刺激完之后 我们去文静点 上次了解了柏尔玛火腿 这次了解是意大利黑醋 即是你出去吃意大利餐时 有些面包给你 有一碟黑色的醋 有一碟橄榄油 让你一起吃 那碟就是柏尔玛火腿 本来也要分红酒 要分年份 所以年份越来越贵 小小瓶也可能在买几千元 在超级市场买当然是最便宜的 但美好的是可以很美的 这也是他们的产地 我们也会进入产地的了解 然后也在那里吃饭 会有爆沙力的产品 非常好 而那晚我们已经去到威尼斯 这次我们也提高成本 连续住两晚威尼斯 我听闻外面不会这样做的 一点点 但不会这样做的意思是什么 两晚还要住在市中心五星级酒店 因为一般可能是住在一些 比较公路边的 可能要开旅游巴 去到码头上船 到威尼斯岛那里 都还要駕駛20-30分钟才到 其实是很远的 我们真的在码头火车站 在南側边的区域的市中心 住在那里 那就放弃很多了 对了 那些餐船仔就要另外付钱了 这些我们就没有帮助 因为不是每个人喜欢坐 没错也不是每个人敢坐 但如果你想坐 到时你也可以自己付钱 因为我们够时间 对了 我们全都在那里 在威尼斯岛那里吃个下午饭 然后玩到黄昏才回来 非常好 吃东西呢 这个是食物鱼汁意大利饭 我最喜欢的鱼汁意大利饭 对了 不是 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 有一个很出名的 现在经常听的就是 《罗密欧与朱丽儿》那一部剧 原来这部剧的南本背景故事 就是以这个为来做南本的 就是两大家族在这个城市里面 我们会经过这个城市 也会进去参观一下 而那一天 我们随此之外 我们这一天最highlight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去参观一个酒庄 当然了 去欧洲怎会不会去参观酒庄 没错了 参观酒庄之外 参观也不可以的 先喝酒 要让你试酒 让你品酒 我们也有一个试酒活动 给大家体验一下 还有在那里吃饭 在那里吃饭 一路喝着漂亮的红酒 一路在那里吃饭 当然了 这样才是全世界 没错了 然后那一晚我们就会去到一个 叫科莫的地方 科莫 科莫湖的区域 科莫 而这个科莫湖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在第十一日的行程 就是有一些重点的活动了 因为这个湖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是去到意大利北部 是叫边界的地方 他们现在过了这里 那里已经是瑞士 你想想 瑞士的风景是否很漂亮 这边界的地方 其实已经有一个瑞士的感觉 真的有瑞士的感觉 完全是有那个感觉 但是在岸边 感受不了这么漂亮的 所以一定要坐船 哦 我们安排了一小时的游户坐船的活动 让大家可以深入感受的风情 而且这个地方最主要 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 2007 对 James Wong 2007 还有第一集的星球大战 天行者的爸爸妈妈 不知道我还没出世 就是在这里认识 就是这两部电影 在这里做外景场地拍摄 就是一定要去看看 没错 什么东西喝得特别了 去到这一天 这一天我们就吃肉酱意粉 亦是一个意大利很传统的食物 没错 香港人吃得多了 试试在意大利吃 传统的肉酱意粉 没错 跟香港人有什么分别 是的 好 那最后 不是最后居留了 第十二天呢 第十二天 基本上第十一天 那晚已经出去了米兰 出去了米兰 这里相隔也是一小时之内的车程 第十二天 我们在米兰这里 就会参观米兰一些重要的景点 米兰有一个歌劇院 也是成一百年历史的歌劇院 再其次就是米兰的大教堂 米兰大教堂属于是世界第三大教堂 亦都是以一个很多尖塔而出名 有二千多个尖塔的教堂的装饰 是唯一一个这么漂亮的教堂 所以我们会参观米兰大教堂 那是否需要时间购买 当然米兰是什么地方 米兰是什么地方 是时装之刀 所以我女儿都说想去 我女儿读Fashion 那她应该去吧 但我上去 撞了时间 不要紧要是可以逃走的时间 正正在米兰教堂旁 旁边其实已经是名店街了 所以你真的逃不掉 逃不掉 你再多带几张商业卡 所以我们不认识也不要紧要 她们很多都认识了 是 想要你肯买就可以了 那便完整结束了 第十三天 那晚便坐飞机回到香港第十三天 非常之好 再说一次 我们这次除了这么多优惠之外 又是真真正正乘搭飞机的全包业 没错 大家在我们的行程上都看到 写着全包业 这次是真的全包业 以往我们的国内团 写全包业被人骂 也可以写大车 不可以乘搭飞机 飞机不敢写全包业 因为之前那些航空公司 它有一个叫燃油附加费 因为它是很浮动的 所以我们都不敢包下去 但这次这个呢 我们敢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用哪家航空公司 用阿联油 阿联油 阿联油长各个七个国家 那些是出油的国家 成产油 所以就不怕了 所以他们是不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已经固定了这个价钱 所以我们可以包下去了 好了 再提醒一次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的话 就快点跟同事WhatsApp 拿回一个详细行程 看看里面有什么玩 什么吃 住什么漂亮的酒店 是的 最重要的是 出发日期是11月30日 但是机场 11月29日买 29日买 通常优惠和早报名优惠 是两个优惠可以同时使用 不止 很多优惠可以同时使用 手上有我们五十多元 有五十元现金钮 又可以用 有什么优惠你就用 是的 全部都可以用 最好是六个人一起参加 每人选择八百 然后31日前报名再选择八百 31日这条片可能要很快 所以可能你看到这条片 只剩下两天都未来 还要是31日入到数 去订金 是的 我们订金作实的 是的 好吗 真的有兴趣的 快点跟同事拿回一个详情去看看 那你喜欢这条片要怎样 like和share出去 是的 让你身边的人知道 我们千呼万户千出来的爱游 尤其是欧洲 十三天的意大利深度游 出自面世路 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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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到次见到大家 拜拜